大家好,我们说说王岐山和华尔街的各路财神言 各路全球化的最大利益集团 连手围堵细胞子的事情 这个道理你从静观的层面,静态的层面 你其实也能理解的 华尔街的各路投行,一个赛一个的 都是大名林林 一般的人都能说出几个名字 比如什么高盛啊,比如说摩根斯丹尼啊 一大堆是不是,黑石啊 你随随便变 随便一个中国人你都能这些年 因为天天就在耳边晃着这些个名字嘛 一个赛一个的 还有好多你没听说过的 都是一个一个的财神言 然后现在习包子开道车 中国经济慢慢就关上他的大门 最不满意的并不是你我这种屌丝 我们满意不满意的不重要 关键是那些华尔街的大佬 他赚钱成了一个怒金依赖 这时候你让他就安安就退出中国 然后老老是认输 你觉得有可能吗 那不可能的,一定会搞事的 所以这两天财金圈啊 最大的新闻其实是高盛公司高盛银行 做出的一个抗空人民币的这么一个巨大的财经新闻 财经新闻呢是需要有一点点专业的门槛的啊 其实我是虽然人家叫我财经作家 其实我不算 我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 有人买过我的书看的啊 百年经济史笔记 我是一个经济史和企业史 把它冷在一块 把所谓的双向叙事 用经济史呢分析企业史 用企业史呢 那佐证经济史 就这么一个东西 准确的是不算财经 算经济学思想史吧 或者经济学史 财经是什么呢 财经就是研究货币啊 研究什么股票啊 研究这个期货呀 研究对冲基金呢 就搞这种事情了 我其实是个门外汉 但是呢 我大致的原理是知道一点点啊 所以高盛现在看空人民币啊 做出了一个这么一个非常权威的报告 一事件就成为全世界的 关注中国人民币走向的所有的机构的关注 成为了这两天最大的新闻 我看到有人这个写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帖子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遍 然后呢 分享一下 然后我再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分析啊 这个高盛这个事情呢 最后一定是有来头的啊 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华尔街的各路大佬 现在他们的手上有王岐山 洗衣包子的手上呢 他可以把王岐山过去的旧部 一个一个的干掉 是不是换上他的人嘛 但是没用 华尔街在财经圈里面 那是大哥中的大哥 世界上有一句1984的话啊 像老大哥看着你 我跟你说 在人类的经济圈子里面 老大哥真正的老大哥 就是华尔街那些个大佬 洗衣包子 共产党是个小弟弟 小菜 你无论是从影响力还是规模 还是这个玩弄财经游戏故事的这个水平 你中国共产党这帮人根本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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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对手 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 而且过去呢 华尔街的人呢 的确培养了大量的中共的高官啊 与华尔街无缝对接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故事 从过去的朱镕基 到后来王岐山啊 都是这么一脉相成下来的 我们看看这些个人怎么写的 啊 都是你好 我是投行出身 投行高深就是投行 摩根斯丹利就是投行啊 你要记住 我是投行出身 高深做出 高深 这个放出这么一个做空人民币的 这么一个详细的报告 有几个目的 同时也是中美金融战的一环 或者是发令枪 哎 这个话说的完全赞同啊 都说这个中国跟美国有货币战争 是吧 有贸易战争 各种战争 是不是 现在又来出新词啊 叫中美之间的金融大战 这个词很好 因为金融它是个 一体化的一体系的 多向度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而是金融战的一环 或者是发响的 打响的发令枪 就像跑步一样的 是不是 赛跑一样的 发令枪 也想所有的运动员都冲啊 是吧 首先 高深的报告发布在美国财长 伊伦访问中国之前夜 因此 伊伦访问中国之前夜 是来发最后通牒的 不是来祈求你做生意的 你要能明白这一个事情啊 所以伊伦财长的这个中国之前呢 非同小可 非同小可 伊伦是脑滑头啊 脑这个金融大师啊 真的 长期是这个 他是伊伦的背景是很有意思的 他其实美国民主党的这个经济高参 同时呢 也是川普时代的美联储的主席 是不是 而美联储呢 又是与这个犹太人啊 与这个什么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保持一体化的 他有多重身份 他的背后有你无法想象的这个后台和背景 所以伊伦仿中 仿华 仿北京啊 绝对是非同小可 他的意义其实远远大于这个什么 布林肯 仿中华 仿中国的意义 所以其实就微观的层面 哪怕这个三大行都倒闭了 因为理论上啊 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存款是有大约25万 还是50万的保险存款的 啊 或者存款保险的 因此只要你是存款 而不是进入到理财 或者银行购买的保险 就不会发生居民存款的损失 这个地方也是说的很对的啊 就是现在你看控人民币 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中共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会倒闭 是吧 建行工行 这个农行 还有这个中国银行 是吧 以前我们都说 你不要存到这个小银行 什么村真银行 什么北京什么城市银行 是吧 还有这个农村 什么什么 就是什么 各种银行 是不是 我们那个时候的话 这些他都不够硬银行的级别 叫做农村什么信用社 城市呢 叫城市信用社 后来注重机稿的时候 一口气把他们都都转成地方银行 所以有各种小银行 你会发现有什么包头银行 其实就是包头以前的一个城市信用社 是吧 这些都是一些一个非常小的 一些小小的金融机构 它是经不起风荡的 所以很多人呢 不懂这个道理 把钱存在这些个小银行里面 导致你血本无归 所以有人给我写邮件 说阿苏老师 我们是一群可怜的人啊 我们钱存到什么什么村真银行里面 起不出来的 你给我们呼吁一下呗 我通常遇到这样的邮件 我都是不答应你的啊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基本的常识 在中国你再蠢 你也要知道啊 土工啊 它是这么大一个摊子 你再笨 你也不至于把银行 把钱存到这些小银行里面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的钱 小银行呢 我就只相信一家 其实也不是特别小啊 就招商银行 其他的我都不信 我从来不去存钱 什么交通银行 新年银行啊 这些什么我都不去 至于那些个所谓的 北京银行 还有那些个地方上的小银行 那就根本门都不要看 看一眼你就输了 你一定要选四大行 是吧 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存着 但是谁能想到 现在国有四大商业银行 也不保呢 因为谁都没想到 习包子会开倒车 习包子会把中国的经济 把人民币搞成这样 是不是 所以现在最危险的是 国有四大商业银行 那小银行呢 当然就不值一提 那就更危险了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按照这个高盛投行的报告的话 做空的报告的话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真的是很有问题的 但是没关系 这个观点我也是同意的 因为它毕竟是共产党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即便是他们关门了 倒闭了 共产党它是会救的 你的存款是保得住的 但是你买的理财的产品 那就很难说了 买的理财的产品就很难说了 不是很难说 是百分之两百 就是所谓的什么难言之隐 是一席了之了 一定要懂这个常识 然后说第三 央行行长终于换成了吸包子的人马 是吧 把这个郭树清这么一个职业的 这么一个金融家给换掉了 昨天又来了一个消息 郭树清先是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接着又免去了副行长的职务 就等于在中央银行 他也没有任何权利了 就彻底从中国人民银行 这个所谓的宏观经济的中心角色部门 就滚蛋了 哎呀 看完了以后 我还是蛮伤感的 我知道我也伤感了 就感觉到我贪量的是一个赵家人 其实不关我毛事 但是因为郭树清嘛 我好歹也是见过几面的人 采访过他的 真的是一个很懂行的人 再懂行 再有专业知识 你在吸包子的治下 那有什么暖用呢 在吸包子的治下 你越是有水平 你越是有知识 你越是日子不好过 学者如此 官员也是如此 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说央行的行长 终于换成了习的人马 朱镕基 王岐山的所有的技术官僚 华尔街有关系的所有的银行家 都被扫离出门 然而真正懂金融货币和跟美国华尔街有默契关系的是前任的行长 而郭树青和义刚都是王岐山的人马 是吧 这周被公布免职了 那么高盛出来一份关于中国银行业的作空报告 就是典型的彻底翻脸的标志 因为高盛这么大的机构 这么大一个牌子 他一般对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 它是保持一个审慎的一个观察的姿态的 他不会轻易的就做出一个做空的报告 尤其是人民币这么一个大币种 是吧 你做空这个报告 那只能证明一个事实 就是彻底的翻脸 有点意思的 彻底翻脸 所以呢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全世界都开始围堵人民币 在高盛公司的领先主演的情况下 全世界都开始做空人民币 不是高盛一家公司做空人民币 华尔街的金融大佬 联合习包子的旧部 联合王岐山和王岐山的旧部 要对习包子的什么人民币这一块展开一个 全方位的立体的围堵 这件事是非常的可怕 可怕到你超乎你的想象 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 有几个可怕的 首先第一 人民币一定会入草址 很快人民币将会出现 你无法想象的所谓的离岸市场的汇率 200块钱人民币换一美元就不错了 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手上如果还持有人命币 你死得很快的 而且你会非常的痛苦 你会想死 你会跳楼的 强烈的呼吁 手上有人民币的 如果在中国国内你就算了 没用的 因为你在中国国内你换成美元 你也出不来 也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你换成美元 他有一天他也强制你结会 按照他的官方的汇率 你等于是白白虾 还浪费了一笔手续费 是不是 如果你在海外世界 你还手上持有大量人民币 那你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死 人民币如草指 这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 港元也如草指 港元将失去于美元的固定汇率 然后一泄千里 所以港元这几天贬的不行 港股贬的不行 都是与高盛银行的做空报告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从这两个部分来看的话 人民币 土工他就持有两种货币 主权货币 一个就是人民币 一个就是港币 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东西 一泄千里垮下去以后 中国的金融货币战 那一定是毫无悬念的 大败而归 那真正受苦的不是那些个官家 而是老百姓 国内的老百姓受苦 你没办法 谁让你不出来的 你一阵灾吧 人命吧 你损失点货币不算什么 你不饿死就不错了 但是在海外的人 我再说一遍 赶紧把人民币做空 卖掉 卖掉 换成美元 换成日元 韩元 新台币 什么币都可以 只要你能换 就是比人民币强 是吧 所以现在目前土工 他面对这种态势 他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继续抄发 是不是 继续抄发 完了以后呢 然后强制结会 然后把老百姓手上的一段美金全部收回去 然后你看能不能够守住自己的城池 是吧 这个稿子啊 写的不错的啊 我完全赞同 最关键的两点 就是第一你要知道人民币和港元 都是变成草值 对吧 第二就是全世界做空人民币 不得了的事情 其中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啊 专门做空人民币 专门做空其他国家的主权货币 发大财的这个索罗斯 有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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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